有機店外的攤位才剛擺上菜 等待已久的顧客就開始搶購 兩名伯大尼的老師忙不來 還好有得力助手 拿紙袋 拿蔬菜 二姐跟阿娥都很熟練 因為他們心中只想著要把菜賣完 已步入中年的二姐有智能障礙 但她把伯大尼之家的孩子 都當成自己的弟妹 老師就是媽媽 天天都要奉茶 早上一來就幫我準備好茶 然後都很擔心媽媽有沒有喝茶 然後吃飯的時候就會叫我吃飯 所以很感動 意賣蔬菜很累 但他們從不喊苦 整個下午都很有精神 非常的細心 然後在介紹產品的時候 也是會特別的講得很仔細這樣 老顧客用行動肯定 也給了他們前進的動力 就是一種成就感 因為孩子也有被需要的那種感覺 意賣蔬菜的收穫 不只支撐伯大尼的開銷 更鼓勵著院生要努力更做 大愛新聞 陳一瞻 陳立委高雄報導